嘿大家好我是虎哥 嘿大家好我是虎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 是给大家来聊一聊 我昨天也是听朋友讲 就是B站新推出的这个花火商单 乘邀UP主加入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是創作激励和充电计划 学生计划之后 B站推出的另一个 就是让UP主获得更好的收益的一个方法 它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撮合广告主和UP主 进行商单的交易的一个平台 就类似于这个MCN的一个感觉 就是让UP主和这个商家 来做一个更好的对接 打破之前的那种信息不对称 大家都不知道 对方的一个什么情况 这样一种状态 那他这个就是年满18岁 要完成视频认知 粉丝达到1万 然后你最近30天内 有一个原创视频的发布 就可以申请这个东西 那这里会提供你的个人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系统建议的报价15132 那我当时看到我就震惊了 那我没有想到 我因为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可能是布置这个价的 然后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报价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他是根据UP主所在的分区 和粉丝数量等因素 也就是说 他会结合你的分区所在 你所做的内容方向 以及有多少的商家 愿意在这个内容上面投入什么 投入多少广告 这样一种情况 可能来综合考虑的这个价格 那这个呢就是商单视频的一个定制的报价 那这个是商单视频植入的一个报价 那即使是植入的报价 这边系统的建议也是给的580000元 真的很高了 这个呢 真的是我觉得很很惊讶 即使植入视频也有这么高的一个价格 那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来算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最近的几期视频 我最近的六期视频 全部都是说跟厂家的评测有关 就是拿了厂家的评测 如果要这样的话 岂不是月入10万了 但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了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来详细的 就讲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东西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那这里有点击 这里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一些信息 可以看到在这里 他有个花火商单常见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告诉你什么是花火商单 怎么样加入 我简重要的给大家来讲 不浪费大家的一个时间 他就他这个里面是分个人和机构签约 就是说如果我属于个人的一个up主 那机构签约的就是如果签入mcn的话 可以通过mcn来加入这个花火商单 那个人的话就是个人直接可以加入了 然后呢他这里呢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话 包括以机构加入的都可以就是说联系啊 就通过个人或者是通过机构来解除这个啊 签约关系 那之前呢就会有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mcn然后就是给up主签一些不平等的条约 那会导致啊就是说up主一直在不停的创作 但是实际获得的收益很少这样一种状况 而且在解除合约的时候会很难 之前B站有过这样的一些现象啊 那这个呢就是因为是官方 他肯定不会呃强迫你要去做什么 对吧 然后呢就是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和机构有什么不同啊 就是包括在合作流程结算方式 那个人就是个人和B站来进行一个来沟通啊 那机构呢就是机构和这个平台会进行一个沟通 那加入花火商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因为B站会筛选啊 更好的up主筛选更好的 需要做宣传的一些厂家来做一个更好的对接啊 我觉得这里 那另外呢就还有这点很重要 我加入这个花火商贷视频会被限流吗 肯定不会的 大家都知道 那既然是是呃这个是B站撮合的呢 B站如果你加入的话 那B站肯定是不会去限流你的这个视频的 那另外呢就是说还能参加激励计划 悬上计划吗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啊 因为目前这个来说 基地计划这个收入对于呃 对于我目前做的这个方向 因为视频的播放量很低 那这一方面呢就非常的收入很很少 那悬上计划呢 因为我自己虽然加入了 但是也没有在视频中植入这个东西啊 也就是没有什么什么收益啊 关于这个花火的这个商单的一个情况 就简单的给大家来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结合我自己在之前接一些商业单 嗯的评测视频 那和我这些年的一个自媒体的一个 在追求啊变现的这个 这个方面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呃经验啊 结合这个花火商单 B站啊 推出了这样一种呃商业合作模式啊 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呃小小的看法 首先要给大家来讲 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收益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肯定也很好奇啊 像我这样的一个up主啊 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收益啊 我先给大家来讲我自己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 首先呢 我视频的收益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说我可以变现的模式其实是很简单的 那第一个呢 就是平台的一个流量 那平台的流量呢 大家都知道国内的是很低的 那国外的这个呃 YouTube相对来说比较高啊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目前所有的平台的收入啊 确实是在YouTube上的一个呃收入是最高的 但是YouTube上面的一个播放量其实是很低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YouTube上能把播放量做的很高的话 其实是这个收入也是很可观的 那我有一个朋友呢 他其实就是在呃YouTube上做的很好啊 真的是非常棒 这个收入呢 其实就挺高的了 就我所了解到啊 那我这里就不给大家来透露了 因为我自己这个确实很低 我也不好意思跟大家来透露啊 能获得多少钱 反正就这个流量的这个收入其实是很低的 是这样一种状况 那这是我的第一部分收入 那第二第二部分收入呢 那就是来自于我评测的一些产品 但是我评测的一些产品 我说的这个收入就是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 因为我接的所有的这些产品 那都是拿过来评测产品评测呢 不管是有200的 不管是有2000的这样这样一类的产品 那我都是没有说哎 你要给我多少钱 我才去做你这个产品评测 因为我知道如果你要去拿了钱的时候呢 你必然去做这个产品的时候肯定是受制于这个厂家的 就说你因为我确实遇到过一例 然后就是接了一个我不太擅长的领域的产品 做到最后了这边厂家要求我啊 你要按照我写的稿子啊 我一看这个稿子哇这写的确实是非常的专业 然后把这个产品夸的就是说非常的好 但是我说我自己就完全对这个不懂 你要去讲这样就没法讲 所以说当时呢差点给拒绝了 当时我第一想拒绝 但是毕竟视频已经我前期已经做了 而且后来呢 那经过我强烈的就是说沟通啊 那最后呢他们也确实按照我自己的一个意思啊 就是讲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使用感受 那这个如果我要是收了钱的话 我就没有那么硬气了 对吧 所以说那这个呢也是我就是说 我接了后来接了很多产品 我就是属于抱着一个一是喜欢 二是就是说我不想就是说哎 受制于这个啊广告商 那如果你觉得我哎 认可我制作视频的话的能力的话 那你把产品给我 然后我就把这个产品的功能 我觉得好的地方说出来 不好的地方我也会讲出来 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那所以说没有考虑到收钱 那这一部分呢 其实也可以成为我的一个收入呢 因为我后来发现呃很多的一些产品呢 其实我并不需要啊 就是说嗯 我可能就是说不需要那么贵的东西 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用不上用不了几次 那我有的时候就会考虑把这些产品给卖掉 卖掉了之后呢 一笔产品呢 如果贵的话啊 我可以获得个哎几千元的一个收入 那如果产品便宜的话也就几百块钱的一个收入 所以说那这个呢也是我目前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这个收入呢 那就根据哎有什么样的厂家找我 然后有这个产品价值有多少的因素 所以说综合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这样的一类的一个up主 其实每个月的收入非常的低啊 那幸好我还是有主业的 当然我的主业收入也不高 我其实更多的是想 就是说想去做一些呃 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那后来我就发现啊 就是对于up主来说 你为什么不可能一直用爱发电 那如果你一直用爱发电的话 你会发现你就做到后来 比如说我做的这个视频评测方向 我肯定是想做更好的产品 比如说索尼新出的一些R4 新出的一些镜头 但这些东西那厂家 因为我频道啊 做的并不是说呃 那么的能对接到那个级别的 所以说他不可能把这个产品寄给我 那我肯定是要自己去买 然后我自己再去做这个评测 但是我喜欢做这样的一些产相机啊 镜头类的一些对比的评测 那这个是我的兴趣所在 但是呢又要投入很多的一些金钱 那有的时候为了降低成本 我都是买完之后啊 然后再卖掉啊 其实包括之前A7R4的视频 A7R4我已经买了 当时啊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接了很多的商业单 然后我考虑了一下 我那段时间 没有时间把这个 这个A7R4这个视频做出来 当时我就会退掉了 那退掉之后呢 不到几天这个A7R4就降了 大概是将近三四千元 你说如果我要买回来之后 我再做完再卖掉 一个视频的成本有多高 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为什么最近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六期视频 都是接了一个商单啊 那这里呢 不是说我现在就看到了这个 想去赚这个钱 赚这个产品的一个钱 然后我就去接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 确实我也没跟大家讲 那有很少的朋友是知道了 我的脚啊是骨折了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所以说造成之前的一些产品 就是积压在我这里 然后呢 我自己又不是一个 喜欢特别拖的人 所以说呢 我在脚就是快好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考虑啊 想把这些产品给做完 那个时候 我也处于一种 比较焦虑的状态 就想把这些产品 全部给做完 然后就好好的静下心来 空下时间来 那想想自己应该去 创作一下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去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在去做自己想做的内容 做自己对自己频道 更快的成长有利的内容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次的那个花火商单呢 我就是觉得啊 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啊 它就是说让这个 商家和这个up主 能更好的对接起来 当然了在这里 大家不要觉得 就他给我那个报价 哎 报价到一万多 一万多 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首先觉得 我自己并没有那么强的宣传推广能力 因为我的视频 目前还是就是说 能把视频讲清楚 拍清楚 能做到这个级别 然后但是我发现很多 做的好的一些up主 他就可以结合这个产品 然后创作出更有趣的内容 然后就是把这个内容创作的出 有更多人愿意去看 那这个也与up主的一个人格魅力有关啊 就是说 有很多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评论啊 弹幕有让他恰 就这个这样一种状况 那我其实很羡慕这样一种状态 那但是呢 我自己其实呢 怎么讲 目前的视频的创作水平 并没有达到这样一种标准啊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 厂家给了我产品 然后播放量不是很高 我自己其实也是挺介意的 我倒不介意啊 我自己的 如果创作一个自己喜欢的视频 播放量很低 那那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我不会给别人造成空调 但是有的时候 商家拿了一个 几千元的产品给我 但是这个 因为各种高养的原因 这个播放量并不是说特别的高 那我其实也会有这种 比较内疚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不好意思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 其实对于个人 对于商家来说 都有一这样的一种信息不对称 那我觉得这个花火商单啊 它对于up主来说 它有哪些好处呢 就是让up主更专心的去创作于你的视频 你没有 不要再去考虑精力啊 我去找什么样的单 我要去生存 那在官方能给提供up主 提供一个更好的这种优质的资源 up主可以选择性的去接 然后能获得一定的收入 然后这个收入呢 也会能保证up主 来继续去创作更好的内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循环 而且呢 这个会激励up主啊 不断的去创作出更好的内容 然后对于厂家来说啊 厂家这也可以就是说 能投放到合适的up主 来寻找到更有创作力 更有潜力的up主 那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 都是对双方其实都有好处的 就让这个行业更加的规范啊 所以说我很看好这个如果能发展的很好的话 我真的是很看好这个呃 比这样的目前的这种模式啊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不知道这个后续啊会怎么样 真的是能不能提高像我这样一类的这种小up主的一个呃 做视频的一个收入啊 那如果真的一个视频 我不说是能拿到一万五了 就是说一个视频 我如果能拿到三千五千的话 我一个月只做一期广告的视频 那我剩下的视频 我会全部以所有的时间来去创作出更好的 优质的就是说大家看了觉得感兴趣的有学习性的内容 那我自己会把我自己的一个东西分享给大家 就像我今天这样很有兴趣的给大家来分享去这样的 我自己的一些感悟这样的一些内容 能能对更多的一些后来者能对更多的一些创作者有更好的一些帮助 那我是希望能去创作出这样的一些内容 所以说呢我很期待啊 但是呢我最后再讲一点 就是说如果这个花火商单 大家也不要说是啊觉得哎 我有几万份了 大家币站给我推荐我能一个月能一个视频能拿到一万多 然后我就很我就很开心了啊 我就就是说我就去疯狂的去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 哎我就去定价你其实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自身的能力够不够去达到这个匹配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断有更越来越好的up主在不断的进步 也有不断的新人来涌入 所以说呢如果你只是想着哎这种我我有这么多粉丝了 我有这么多的一个平台了 我就去嗯吃老本 也就是说哎我去结很多的这样的这种单子 当然我相信啊币站也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 肯定是如果你了如果一直是以这种赚钱的一个态度 以赚钱的这一个态度去做视频的话 这个厂家呢就是说 对于观众来说 对于你的订阅者来说 对于厂家来说 对于你自己来说 这是一个三书的一个状况啊 你更好的我觉得是以结合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那结合你自己想要去成长自己的一个激情所在 那以及结合你去创作出更好的内容啊 再结合这个商家提供的这种呃佣金啊 就包括对你自己来说 有一个更好的制作出来更好的视频呢 对于商家来说 他的产品有更好的一个推广 那对于对于一些呃你的观看者来说 他能从你的视频中中得到真实有效啊 的好的内容 但是一定不要尝试着去啊 消费你的订阅的消费你的呃 粉丝消费你的流量 嗯 我觉得这是这个是很多的对于字幕体来说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都知道目前在网络上很多的时候 确实以流量为主 很多的平台很多的状态也是以流量为主 但是对于个人创作者来说 我觉得吧 在前期的成长 你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成长阶段的 呃 你是需要有不断的一些成 试错的 那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 就是给嗯 一些啊 不如的一些建议吧 我觉得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有的就是说确实是做的好的 呃 确实是比较擅长于这个流量变现的一些情况的 你可能有更好的一些方法 我讲的就是结合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经历 结合我目前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局限性和状态啊 我所能去创作的出来的 我所能去获得的收益的 我觉得是一个呃 比较长远的一个嗯 好的一个方法吧 我自己觉得呃 适合我自己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是呃 自己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啊 但不一定完全的可以借鉴啊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希望大家 嗯 能够喜欢 那今天的 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